我们会推出党团的成员黄珊珊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今天带领八位 不分区民代当选人举行记者会 宣示新会期任务 并说明针对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选举的投票意向 民众党方面还表示 如果第一轮投票中没能产生结果 民众党八位民代不会参与第二轮投票 既不想当小男也不想当小绿 我们希望我们是台湾新政治的一个代表 至于如何应应 那是其他两党现在要去思考的 特别是民进党高层 台立法机构内 国民党民进党和民众党三党的席次均不过半 民进党推游锡坤蔡其昌争取连任 国民党则由韩国瑜江启臣搭档角逐 柯文哲宣布民众党八席民代投票给黄珊珊 意味着民众党不在蓝绿之间选边站 外界认为此举是民众党对国民党释出的善意 国民党推举的韩国瑜预计能在2月1号顺利当选 对此国民党党团总赵傅坤其表示乐见其成 称接下来国民党党团将与民众党党团全力合作 释出最大善意 非常地欣然地看到民众党正式推出了黄珊珊 国民党深刻地表达这个祝福 投票在即 为了不重演上一届投错票的惨况 国民党寄出党纪 若不分区民代投错票将直接开除党籍 区民代则直接停止三年党权 列入冷冻名单